电车到了 在日本出电车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出口非常的多 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出口是在第几号出口 确认清楚以后 再开始沿着指示的箭头行动 否则的话会特别的耽误时间 还容易迷路 这就是商野站的站台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广告牌 他是曾经多年的日本足球队的队员 Milakatsu 他在日本是非常有名 他不仅足球提得好 他一直还作为时装模特工作着 是一个很有气质 身材也非常健美的一个足球运动员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侧安插广告的设计的专栏 现在由于疫情吧 等等原因 你看他们都是空着的 没有广告 在上野的车站 这个大厅里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叫做 Coin Locker 就是投币存储行李的箱子 小一点的存储 箱子呢 大概300日元 大一点呢 大概一天800日元左右 日本很多的电车站里头都是很大的 很宽的 里面除了有小卖铺 还可能有药装店 所以出口的时候呢 一定要辨别好方向 好 我们的站口就要到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 是JR Japan Realway JR的出口 刚才我们出来的是电车站 一定要注意 很多电车站和JR站是相通的 但也有很多是分开的 上野站是分开的 当你要出行 或者是趁电铁移动的时候 一定要确认好 你所称作的是地铁 还是JR 我们叫它是再来线 我们可以看到路的左边 有一个是上野特别著名的 叫做Ameya Yokocho 它是一个大概有五六百米长的 一个商店街 是一个比较有着传统 日本历史的一条商店街 现在呢 里头主要是有一些 小商小贩的摊位 小商店 在里面尤其是可以吃到中国的 传统的小吃 中文字幕提供 大家 Terro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